我讲一下资本 我知道这个概念非常难 因为我们多数的时候 他说的资本和他说的资本 都可以量化的 可以计算的对吧 比如生产资料 比如这个机器十万块钱 这是资本吗 多数的时候 我们将资本理解成一个量的概念 量是没有问题的 但资本的本质是一个能量的概念 不是个重量的概念 就是它不是公斤 它是公斤米 如不能理解为能量概念 你就无法理解资本殖民的全过程 美元 只有在交易之中 才是资本 退出交易的现金 就不叫资本了 口袋里的美元 不再是资本 或者是沉默资本 交易中的美元才有才叫资本 交易的速度和频率越高 美元的价值才越高 因为它才是高能货币 交易 这里边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外汇交易 一个是商品交易 外汇交易里边 美元的比重在2022年之前 是90% 全世界大规模的外汇交易中 美元的比重在下降 当然跟美元加息 美元回了美国有关 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是因为有替代者出现 第二 商品交易 2022年 全世界商品交易中 美元的比重已经低过欧元了 它意味着什么呢 当美元在外汇交易和商品交易中 都出现了巨额下降 就是费血定力 M乘以V等于PQ M是money 钱 V就是速度 M乘以V 叫公斤米 就是资本 M单独列出来 不能叫资本 所以我们看到静态的M 是个重量概念 M乘以V是资本 P是价格 Q是商品总量 它是个横等式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现象呢 V在迅速下降 V下来了 就是美元交易的频率和范围在迅速下降 V下来了 这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因为它必须这是个等式 这是个等式 那么这边 商品总量不会下 那就是P要下来 出现一个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问题 P下来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国的经济学家 从年初就开始到现在 说中国通货紧缩了 若现实 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 都在讲通缩了 通缩了 因为美元的V下来了 P就必须下来 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是相反 美元下降的时候 人民币的总量 从两万亿 扩充到离岸 扩充到此刻 已经七万亿了 离岸人民币 在大量的填充 外汇交易和商品交易的空档 人民币正在成为高能货币 你们多幸福啊 你们感到最好的时候了 它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时期 转折点 普通的经济学家 或者老百姓不懂 看不明白 V下得太快 M乘以为出了问题之后 美元会出现猛烈的贬值 猛烈的贬值 那么美国现在 财政这个状况 完全无法支撑 现在人民币是美元 only one 唯一的支撑 如这个支撑 移动或者是不支撑 美元 将会出现崩溃性的局面 好多人 不知道 我国在94年 分税 95年联系汇率 我们在14年取消了 分税 养地税合并 2015年 理论上取消了联汇 但中国人民币 今天仍然是事实上的 跟美元的联系汇率 我们虽说是一篮子货币挂钩 本质上还是以美元挂钩 美元现在这个状况 确实是处在 1971年之后最危险的时刻 就是71年 它经历过一次风浪 取消跟黄金挂钩 迅速贬值 经历过一次 这回是第二次 美元要经历 它的用经济学术语 叫价值回归 它硬太多了 要进行价值回归 我们基本的判断是 我原来的看法是 3000美元一盎司 是合理价钱 现在我看了看 各个角度 不同的角度 进行还原计算 最高的是 4500美元一盎司 它必须的贬值 黄金做计价 就是它现在 要扁一倍 还得再扁 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呢 如果中国政府 态度坚决 就会 就是不跟它玩 不跟它配合 美国用30年时间 基本上完成了 去产业化 消灭了中产阶级 没了 在硅谷从事 高科技工作的 生物科技 或者是数字科技的一些人 年薪略高一点以外 大部分的美国的劳工的收入 听上去很高 其实是属于 无产阶级 所以美国的异化 走到今天 我们已经看到 无路可退 要么爆发一场革命 要么呢 出现一个 类似于毛泽东 这样的伟大政治家 进行深刻的改革 都可以 但没有这样的人 不管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可能的候选人 上去之后 还会就着这条路 继续往下走 那就是2028年了 所以我们的判断 就是如我们进行 直接税改革 我们完成薛藩和军田 进行了第二次 自身的 内在的 自我的改造 走进新时代 而美国不能 那么历史 将会出现偏转 所以 我们 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世界 可能在2027年 会给我们一个 崭新的答案 就是 中美 完成 力量对比的交换 应该是2027年就完成了